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我们先来看气体结构 那么气体结构的优缺点是在2017年考了一个多选题 那么气体结构它的优点和缺点我们来看一下 气体结构优点是抗压性能好 抗压性能好 保温耐火耐久好 这个也是跟我们钢结构相比 那么抗压性能好是气体的特点 保温耐火耐久性能好 首先这个就比钢结构要好 因为钢结构它不保温 和混凝土一样都是热桥 热量可以随意穿过 而气体结构选用的气块材料 那么由于孔系比较多 所以它的保温效果要好 那么耐火这是比钢结构而言的 并且它的优点还就是就地取材 哪都有专长施工减编 三一气助法 还有管理维护比较方便 这是它的特点 它的特点主要在于保温耐火抗压好 这是它的优点 那么它的缺点主要是 这个气体结构是由气块粘接而成的 所以它在抵抗水平核载的时候 抗弯拉能力就比较低 所以它不适合于高层的施工 因此气体结构的缺点是抗弯拉强度低 这是第一个受力的缺陷 所以气体结构不能盖高层 有些同学跟我抬杠 说我们家这有个塔 好高的 气体结构 这个不是 那个里面还有木 所以说是气体 是砖木混合结构 可以做那么高 再往下 从能源的角度来考虑 这个材料它要浪费农田 因为它是用耕地 粘土来烧制而成的 所以它的耗费大量的能源就是土 而且破坏耕地 再往下就是自重大 劳动强度高 一块砖一块起 一块的气 效率多低 那么现在这个线焦的结构 钢筋混凝土一次焦住完了 还有更快的 一面墙就是一个构件 相当于一块砖 直接一丢 完了装配石 更快 好 所以气体结构优点 抗压 这是受力 缺点对应的抗弯拉性能低 这是受力的优点和缺点 非常明显 好 这个看一下 再往下 是从受力计算的角度来考虑 看气体结构 那么气体结构 在受力的过程中发生的破坏 大部分并不是砖块被压碎了 而是说这个墙体发生了失稳状态 并不能保持原有的直线状态 被压弯 然后发生的破坏 因此我们研究的第一项叫做高厚比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墙的高和墙的宽度 就是它的高厚比 越细越长的墙 越薄越高的墙 它越容易发生失稳 好 看PPT 那么这个高厚比 是计算高度H0 比相应的厚度H的比值 我们叫做高厚比 研究的是它 那么它跟什么因素有关系 以下 1 2 3 4 5 特别像考选择体 比较好考 问你哪些是影响允许高厚比的主要因素 A B C D E 你选一下 好 受什么影响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个墙的高厚比 那么它受什么影响呢 第一个 你材料得强 你纸胡子肯定不行 所以材料得强 一是沙浆的强度 我们用M来表示 混准土用C 沙浆得强 强度得高 再往下 气块的种类 圆圈三 这是从材料角度来考虑 你首先材料得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说我们压你这个墙的时候 这个墙的截面不能发生扭转 比如越薄的墙 它越不容易发生扭转 如果你在墙中间的器械砖柱上来 这个时候形状发生了变化 这个事情叫做惯性锯 惯性锯是指它这个截面不容易发生扭转 那它就不容易破坏 好 你看他讲的 说构件的类型 比如是砖还是砖柱 那么支撑约束条件 截面形式 支撑约束条件 是说我们这个砖墙并不是直接放在地上 而是埋在了地下 有一定的基础 那你在压它的时候 底部有约束 相当于捏得很紧 那它也不容易发生扭转 所以这些 这是它的条件 一个是材料要强 一个是它不容易发生扭转 两大理论 那么延伸出来就是这几条 有砂浆强度 有器块种类 有构件 有支撑约束条件和截面形式 最后一个是墙体开动 承重和非承重 墙体开动 它也容易发生扭转 所以也是两大方面 就是说你压它的时候 它容易变形 好 一共是五个 这是允许高后比的主要因素 那么对上述的因素的影响 是通过相应的修正系数 对允许高后比提高或者降低 说这些东西会影响你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你做了这么高的墙 再往高气 你比如说原来是两米高的墙 你想气三米高的墙 这个时候 你沙浆的强度可能就得强 这个来修正它就可以了 好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再看 从宏观上来说 墙体整体的受压 那么墙体的作为受压构建的验算 作为受压构建验算来说 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除了我们讨论的第一个 叫做稳定性 稳定性讨论的就是允许高后比 我压它的时候 它是否发生倒塌了 这是第一个 允许高后比就是稳定性 第二个是墙体极限承载力的验算 我就使劲压 我看你能坚持多大的劲 这个时候是沙浆破坏了 还是气块破坏了 不一定 这是整个墙体的极限承载力 第三个就是在受压构建 在梁柱承压部位处的局部承受承载力的验算 三个验算 第一个看是不是局部被压碎了 墙没倒 但局部发生了破坏 比如说我们看的梁 直接搭在了墙上 比如楼梯梁 直接搭在墙上 你就可能把局部压坏 整体压坏 还是诗文 文明星三个愿算 三方面 好 这都是纯理论的内容 你只需要记住这句话 大概是什么意思 他在考虑的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就可以了 选择题能选出来就可以 第三个是气体房屋结构的主要的构造要求 这个气体房屋的构造要求是两缝一梁 分缝是为了解决硬力的问题 让这个硬力释放出去 第二个是圈梁 圈梁是抵抗 来抵抗它的不均匀沉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构造措施两缝一梁 那么伸缩缝是为了解决温度硬力的问题 解决温度硬力的问题 那么一那两侧承重墙基础 可不分开伸缩缝 我们建的最多的是一个住宅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图伸缩缩 两个住宅 这个楼之间有一个缝 尤其是高层 它解决的就是温度硬力 地下温度硬力少 所以基础是整体 没问题 地上温度变化大 所以分出两个楼来 中间一般用一个铁皮 一钉就可以了 看PPT 这是第一个伸缩缩 第二个叫沉降缩 看一下图 沉降缩就是俩楼 左边比右边楼高 沉降大 所以给它分开 沉降缩是个通缩 注意基础必须分开 这就是沉降缩 基础必须分开 好 再往下看第三个图 是圈梁 我们看到的灰色的部分 就是圈梁 水平方向封闭 和竖项的构造柱 形成我们一个小框架 把墙体锁住 这个时候 你在地震的时候 它不容易因此而散 这就是我们的圈梁 所起的作用 好 我们再看PPT 构造 那么需要你掌握的是 它的构造 构造要求是什么 比如我们看PPT 伸缩缩是基础 可不分开 那么沉降缩是必须分开 圈梁是抵抗 不均匀沉降 因此圈梁必须是水平方向上 一个封闭的孤 它本质上并不是梁 是个孤 那么相应的构造要求 是水平封闭 宽度同墙厚 高度一般120 那就可以了 里面四根钢筋 一绑这个孤筋 就是我们的圈梁 好 对于气体房屋来说 太长的话 它就会有收缩的硬力 所以我们从放的角度来考虑 硬力要释放 就要开封 从抗的角度来考虑 就是圈梁给它估紧 防止它出现这种问题 好 这是墙体的主要构造 在这儿我们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墙体的高厚 允许高厚度 主要因素有哪些 有五个 一个是防扭转 一个是材料要强硬 第二个是验算 有局部压 有整个压 有稳定性 这三个都要算 第三个讲的是 主要构造要求 两缝 一圈梁 好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题 那么说气体结构中 影响强 珠高厚比计算的因素 有那些 这叫高厚比 想一想 有那些 不能让它发生扭转 那么材料得强 第一个 构架类型 是专柱还是专强 这个可以选 B 承重强与非承重强 这个其实也是看它能不能承重 B 也可以选 C 沙江强度等级 这个也可以选 D 有没有门窗 有门窗的时候 都是洞口 它就容易发生破坏 所以ABCD都没问题 一 气块的强度等级 这个他没说 因为发生不发生扭转 跟气块的种类有关系 而不是气块本身的强度 比如说你用的是普通的黏土砖 还是多孔砖 还是小气块 还是混土气块 还跟这个气块的种类有关系 而他书上没有直接写气块的强度 所以这个气块强度不应该选 所以这个体验选择ABCD 纯属咬文嚼字 但是他就这么考 我们本着硬式的角度去掌握就可以了 再往下 再往下就到了钢结构 这部分内容在这个地方主要讲的是 还是第一个就是受力的特点 钢结构它是一个轻质高强材料 所以它盖高层的时候 满足我们能够抵抗地震力 这样的一个特性 被广泛的应用于高层和超高层 钢结构抗拉抗压能力都很高 那么自重也轻 断面也小 所以轻质高强 唯一的特点是什么呀 就是怕火 你看你911的时候 那911的飞机撞大楼 本身撞不塌 但由于这个温度很高 因为据说飞机的燃油泄露到楼里面 爆炸之后产生很大的热量 这时候楼就给倒了 好 这是一个怕火的这样一个状态下 这是钢结构的特点 很好把握 那么这个材料特性 主要讲的是钢材的特性 书上说了 钢材的特性 我给它归整为两大性能 第一个叫力学性 这个金属本身的属性 第二个叫做工艺性能 就是加工能力 弯和汗就是它的加工能力 也叫工艺性能 那力学性能是强度高 素性韧性好 素性 素性就是变形不开裂的能力 刚才变形不开裂的能力 韧性指的是冲击能力 抵抗冲击的能力 比如说你看电视上 武林高手拿个铁条 往头上一砸 铁条就断了 这就是韧性很差 你给它换根热渣钢筋 一砸 这钢筋只能弯 砸不碎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韧性 抵抗冲击的能力 而工艺性能呢 是适合于冷加工 热加工 还得必须具有很好的可汗性 所以工艺性能就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弯 第二个就是汗 冷加工 这个钢筋 我们大部分 钢筋都是冷加工 就是钢筋 比如说你要窝个弯啊 你能拿火 脆火 然后给它窝弯吗 不行 一般是冷加工啊 越冷加工 说明这个钢材呢 越好 比如说你看这个汽车版 那你买那个汽车 汽车这个外壳子 那就是冷闸版 一般的钢材 钢厂生产不出来那样的钢材 你说冷闸 在长温状态下一压 就压上那样的形 这个对钢材的质量要求很高 好 工艺性的和力量性的 这个看一下就可以 再往下呢 是钢结构的连接方式 及适用范围 那么钢结构的连接呢 是汗 这个很好理解啊 汗呢 是对接汗 所以它最省材料 这样是锚接和螺栓连接 这个是搭接来连接的 锚接或者是螺栓连接 搭一部分 然后拧就可以了 那么汗接呢 它的特点 你看构造简单 节约钢材 节约钢材是因为它对接了 而且呢 加工方便 亦采用自动化操作 现在你去钢厂里面看 钢结构呢 放在地上 没人管 直接的机械就给你焊上了 这全机械自动化的 就可以焊接 而且呢 是埋胡焊 就是这个胡光 你根本看不到 它直接就给罩住了 对人来说呢 也是一种比较 环保型的操作方式 那么在直接承受 动力核载的结构中呢 那么垂直于受力方向的焊缝呢 不宜采用部分焊透的对接焊风啊 它还是怕这个动力 动力核载 对反复焦变核载 对它的影响 这是焊 有优点 就省钢材 有缺点 就是受力啊 怕这个动核载 那锚接呢 一般构造比较复杂 用钢量也大 逐渐呢 淘汰 这是锚接 他说淘汰 考试可考性就不太高 离我们比较远 螺栓连接是比较多的 这么一种 现在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的钢厂 钢结构厂房的这个雕车梁 雕车在上面走来走去 动核载 一般呢 就适用于这种螺栓的连接 这个螺栓连接呢 分为我们的普通螺栓连接呢 和高强度螺栓连接 他说了 书上说啊 说高强度螺栓呢 是用合金钢制成的 我们在后面讲钢材的时候 还会讲啊 说碳速钢 优质碳速钢 低合金高强度钢 我们这个书上呢 又讲了三类钢 说这个高强螺栓呢 它应该属于优质碳速钢 有这么一句话啊 我们同学看完之后就懵了啊 说这个高强螺栓呢 到底是合金钢呢 还是优质碳速钢呢 它是分两个维度来进行讨论问题的啊 首先这个高强螺栓 它是不是合金钢呢 它一定是合金钢啊 因为钢本身就是碳铁合金 所以现在你很难找到一个东西 它不是合金的 它肯定是合金啊 所以这个问题呢 没有错 这是最基础的一种做法 那比如这个人 它是个人 是个正常的啊 基本的一种分法 同时呢 它也是一个优质碳速钢 就合金 它都是合金 你找一个不是合金的 我看一下 那普通螺栓 它也得是合金的啊 它也得是钢的 钢的它就是合金 钢就是碳铁合金啊 所以这个要清楚 那么桥梁和大跨度结构呢 广泛使用 还有动力核载的广泛使用 好 所以这个里面需要大家掌握的 首先连接方式有三种 每一种连接方式 它的特点和适用范围 你看也会考选择题啊 所以大家稍微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剩下的两个 某接和螺栓连接就可以了啊 这个呢 在最近几年应该可能性考不太大 再往下呢 看钢结构的受力特点 那么钢结构的受力特点呢 我们主要讲两个 一个呢是受弯构建 比如常见的梁 钢梁 第二个呢是受压构建 受拉受压 我们看受压构建 比如钢柱 受弯构建呢 比如钢梁是最常见的 截面形式呢 有公字钢和H形钢 这一般人分不清楚啊 看上去都一样啊 公字钢呢 H形钢的区别呢 公字钢呢 就是中间这个立板的高 H形钢呢 这个立板呢 相对两个上下两个钢板 没有那么高啊 你简单有个认识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张图片啊 那么这个立板呢 我们把它叫做浮板 上下两个平板呢 我们把它叫做一元 注意这几个字啊 叫做一元 那么这个受力呢 钢梁的受力呢 主要是通过上一元的受压 和下一元的受拉 哎 这是我们主要的受力呢 是在一元上啊 所以呢 如果这个钢板 就或者这个这个 这个公字钢 如果要开动的话 那浮板上是可以开动 哎 浮板开了两个洞 这可以 但一元上绝对不能开动 那一元上开动呢 整个这个钢梁的受力呢 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个基本的认识啊 好 那么公字钢呢 是浮板远远大于一元的 而且这个一元呢 薄厚呢 也不均 而H型钢呢 一元呢 是薄厚是均匀的 上下板是均匀的啊 好 基本的认识就可以了 再往下看PPT啊 受拉和受压构建 那受压构建 第一个呢 受压构建可以为轴心受压 和偏心受压构建 也叫万压构建啊 轴心受压和偏心 好理解 比如说我站在这儿 两条腿啊 这是什么受压呢 两条腿呢 是轴心受压 哎 这是轴心受压啊 都是沿着轴线方向 没有水平方向的力 分力啊 那偏心受压什么意思呢 我抬起一条腿啊 你还按照原来的姿势 身体不动啊 抬起一条腿 你会发现站不住了啊 是因为另一条腿 如果想站住的话 那他一定是偏心受压啊 既有压力 又有重心呢 往侧向给他弯的一个力 或者叫水平的分力 这就偏心受压啊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按截面的构造形式 受压构建 可以分为石斧式和格构式 看这个词你也不懂 看一下这个图片啊 石斧式 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柱子的截面 就是个H形钢 中间呢 是有实际钢板的 石斧式 另一个呢 就是格构式 这格构式 你看中间是空的啊 两个槽钢对在一起 然后呢 给他用钢板的焊在一起 中间的是空的 这就是格构式 好 石斧式 格构式 可以了 如果认识 这是钢结构的受力特点 看PPT 一个是受弯 一个是受压 我们了解它的基本知识 第三个呢 是钢结构构建的防火与防锈 那么钢结构构建的防火与防锈呢 我们都知道怕火又怕锈 那防火呢 主要使它防火 这个材料本身的防火性能较差 举了个例子 温度达到550度的时候呢 钢材的屈服强度降至正常的70% 或者0.7 降至正常的70% 那么结构呢 即达到强度设计值而可能发生破坏 也就是550度烤你 你这个钢材呢 就受不了了 哎 这个温度呢 其实着火的时候很容易达到 所以钢结构怕火啊 怎么办呢 喷防火涂料 第二个就是外露的钢结构呢 我们都知道铁元素呢 是很容易变成铁锈的啊 在空气中的容易锈石 所以这个时候呢 钢结构的防腐也很重要 一般的刷防腐涂料啊 好 我们先刷防腐还是先刷防火呢 钢结构呢 是先辅后火 先刷防腐涂料 再刷防火涂料啊 注意保命的在外边 先保命保命的在外边 你看那个大桥 比如说我们以前啊 在上个世纪呢 修的桥很多都是钢桥 那个钢桥过一段时间 你看那个工人趴到上面 就得刷这个防腐涂料 时间长了 它就发生这气皮啊 破坏啊等等啊 好 这是钢结构 那么我们看一些例题 关于钢结构特点说法正确的是 钢结构特点正确的是 它是一个轻质高强材料 所以A 构件断面大 错 B 自重较轻 人家问的是说法正确的事 所以选B可以选啊 C呢抗拉强度低 错 这个钢结构抗拉抗压都挺强啊 结构性能差 所以CD呢都错 选B 选B啊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结构构造要求 这个考点就给大家都讲完了啊 气体和钢结构 再往下呢 结构构造里面呢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考点 叫做结构抗震的构造要求 这呢也是一个 两星级的考点啊 那么这个考点下呢 主要包含的是两个内容 那么一个内容呢 是地震的基本知识与抗震设防 这个呢是了解就可以了啊 作为建造师来说 你知道什么是地震的阵级 这个东西只是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 是抗震构造措施 这个呢是熟悉就可以啊 因为2017年刚考过 所以一般呢 我们近一两年考过那种再考 这可能性不太大啊 啊他近两年一般是不重复的 所以说17年刚考过 你就可以不用管它 熟悉抗震构造措施 主要是多层气体和框架结构 怎么抗震 先看第一个 地震基本知识与抗震设防 啊 先了解一些这个内容啊 抗震设防呢 我们看一共有四个内容 第一个是研究对象 我们研究对象呢 主要是研究的是构造地震 因为我们国家呢 发生的主要是构造地震比较多啊 板块的相对运动比较多 火山地震 这个我们不研究 我们国家没什么火山啊 好 所以这个研究对象主要是构造地震 第二个呢 是规范适用的范围呢 主要是我们的震级和我们的烈度 这两个词要搞清楚啊 他说抗震设防烈度为六七八九度的地区啊 那么震级指的是地震的时候 这个能量 地球释放的能量的大小啊 八级地震 九级地震 哎 这是能量释放的大小 一个地震只有一个震级 说他动了一下地震 而抗震的这个烈度呢 我们说这个烈度这个概念呢 不是 他指的是这个地震呢 对地面的建筑物 或者对地面的影响的强烈程度啊 所以比如说我们说八级地震可怕吗 不一定 因为你可能分为深渊地震和浅渊地震 可能深渊地震呢 很深 离地表很远 那他影响就相对来说比较小啊 浅渊地震呢 你哪怕是五级地震 可能对你的影响就很大 那所以我们讨论的更多的是烈度啊 我们建筑在设计的时候呢 考虑他的设防烈度 那么六七八九度 我们国家大部分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啊 像北京地区呢 就是八度设防 八度设防 能超过八度的这个烈度的可能性 大概也就占百分之十左右 百分之九十我们都能抵抗得住 而且我们的建筑设计 这个状态下 他也不是说地震他真不倒 他不是真不倒啊 你注意 你不要在里面坚持着 我就看我这个楼是抗震的建筑 他就一定不会倒 他是倒也是慢慢的倒 给你一个能跑出来的时间 他大概这样设计啊 好 这个呢 都是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抗震设防的三个水准呢 是小震不坏 中震可修 大震不倒 注意 不是真不倒啊 它是严性破坏 慢慢的倒 你都跑出来了 他倒了啊 不允许说一下 一震倒了 这是淬性破坏啊 好 这是抗震的三个水准 要认识 小震不坏 中震可修 大震不倒 再往下呢 就是抗震设防的分类啊 根据其使用功能的重要性 分为甲 乙 丙 丁 四个抗震设防类别 比如说北京啊 都是我们北京 你都是八度设防 你比如说你建一个核电站 或者建一个化工厂 和你们家住宅 那也不一样 哎 这就是根据使用功能的不同 我们划分了 像一般情况下呢 你住宅 你都是丙类啊 像建个核电站 它要是倒了 这损失太大 啊 所以它就可能就是甲类 也就是说同一个地区 根据重要性不同 又分类了 四个类别 三个水准 就知道就可以了啊 研究对象主要是构造地震 这基本知识 啊 再往下呢 是抗震构造的措施 你怎么做就能防止这个地震倒塌 这个建筑物倒塌 对我们的影响最小呢 首先在多层气体房屋的抗震构造措施上 有四个啊 第一个呢 是设置钢筋火灵土构造住 因为气体结构呢 它容易散 整体性差 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图了啊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片 那么这个图片呢 是气体结构 横的一圈灰色的部分呢 是圈梁 竖项的地方呢 脚 脚部的地方呢 我们看到的黑色阴影呢 是构造住 圈梁和构造住 形成小框架体系 好 再看PPT 所以有圈梁 第二个 并不是只有构造住 大家看第一个呢 是有构造住 设置钢筋火灵土的构造住 这个构造住 是抗震措施 啊 构造住 是抗震措施 圈梁和构造住呢 连接起来 形成我们的小框架体系 注意 前两个当中呢 没有只有圈梁出现的情况 说只有圈梁 这管用吗 不管用 啊 因为构造住 在这来说 地震力是水平力 你有一个柱子挡住它 其实这主要是抗减 能够抵减力 啊 而圈梁 你一推它 它从上面掉下来了 那并不能自己能不能抵抗啊 所以注意 是构造住和圈梁加构造住 必须都有构造住 才可以 再往下呢 是加强墙体的连接 比如在内墙和外墙这个地方 这些薄弱环节啊 它可能会到 受到双向利益的时候呢 我们设置构造住 加强墙体连接 第四个呢 是楼梯间的整体性 楼梯间是上下通道啊 上下是通的 而且我们正常的楼层呢 是一层一个支点 在摇晃的时候 而楼梯间的是半层一个支点 因为它有层间平台 半层一阵 薄弱环节啊 所以柱梁加柱墙都是数项的构架 再加上楼梯间的整体性 四个 这个记一下就可以啊 不光是记 要理解的去记 因为我们现在考试 有的时候它会给你变换一下 这是气体结构啊 再看框架结构 框架结构呢 我们有三个问题需要大家掌握 第一个呢 是严重的部位 说哪严重啊 我们看一下图片啊 哪严重啊 这个地方叫做梁柱节点 因为我刚才说了 框架结构是梁柱体系 地震力呢 是水平力 你推它 哎 构架没变形 它们连接的节点 或者这个形状先变形 前面讲过 讲过这个框架结构的时候啊 所以梁柱节点是破坏严重的 而且呢 天冲墙属于二次结构 一下就甩出去了 后期墙叫做天冲墙 好 看PPT 再往下呢 那是震害的对比啊 大家注意 那么梁的柱的震害呢 重于梁 因为柱是数项构架 地震力是水平力 地震力是水平力 这个时候呢 柱子呢 主要是受减 减坏了 所以柱的震害呢 重于梁 这是一个大的基本原理 数项构构架 大于水平构构的震害破坏 柱顶的震害呢 大于柱底 那顶的震害重 越往上 楼层晃的是不是越多啊 啊 你站在楼顶上 比如50层 那你上面晃的很厉害 下面晃的就少 哎 这就是柱顶的震害呢 位移大于柱底的位移 所以它的破坏要重啊 角柱大于内柱 短柱大于一般柱啊 那短柱呢 柱太短 实际上它不能通过本身的变形 就这个柱子自己变形 消耗一些能量啊 你柱子好长 50米长 你一晃 哎 他自己呢 有一些形变量 就消耗了一些能量啊 所以柱顶脚短啊 注意这四个黄字叫柱顶脚短 它比较柱 再加一个字叫柱 它的震撼要柱 再往下解决方案啊 对于框架结构来说呢 首先破坏的是量柱节点 所以你把量柱节点要做成严性破坏啊 怎么能够严性破坏呢 强柱 因为柱子弱 所以强柱 强节点 节点给它绑的很多啊 比如在量柱节点处 那个孤筋呢 就多放一些 或者更密一些 量柱节点加固一下 强柱强节点 强柱固啊 控制最小配金率 限制最小直径 这个都是套话啊 控制最小配金率 多放几根 控制钢筋最小直径 放点粗的 就可以了啊 强柱强节点 强柱固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柱 量简单的一个截面的示意图 我们看它都有相应的柱固长度啊 比如量的钢筋 横向要深入到竖项柱当中呢 应该是大于等于1.7倍的啊 多少 1.7倍的多少 然后呢 量柱 它都是钢筋 护某的 而且这个某柱的长度呢 都有要求啊 所以它怎么加固的呢 就是量柱柱 柱柱 柱柱 护柱一定的长度 估筋在加密 这就是强节点的表现啊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2017年这个经典的例题 它说不利于提高框架结构抗震性能措施的 哟 不利于提高 你看那个关键词不利于啊 很多人考试就懵了啊 A 加强角柱 我们记得四个字叫柱顶角短 哪个破坏重啊 角有角 角柱破坏严重 所以要加强角柱A正确 B 那么强梁弱柱 柱的震害重于梁 所以应该强柱若梁 B是错的 所以这个题你看考的很灵活 你得懂啊 强柱若梁 所以B选项呢 就是不利于的 C呢 加强某柱 是强节点的表现 第一 增强梁柱节点 这CD呢 说的是一回事 所以这题呢 应该选择B选项啊 这个题其实就很难 他不直接考那些树上的话 考你理解 再往下 说加强多层气体结构防污 抵抗地震力的构造措施有 加强多层气体防污 抵抗地震力措施有A 提高气体材料的强度 说气块很强 管用吗 不管用 你粘接也得强 所以A选项不对 B 增大楼面结构的厚度 楼面楼板厚不厚 也没有关系 弥共是四个 主要是加强数项构建的强度 所以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 C是正确的 D 加强楼梯间薄弱环节的整体性 D正确 一 设置钢筋混凝土圈梁 如果只到这儿就不对 并与构造柱连接起来 所以CDE三个选项是正确的 好 那么这样的话 这节课我们把结构的构造要求 基本都讲完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节课我们主要讲了气体 气体结构的优缺点 17年考过 我们就略过了 第二个主要讲了影响 允许高厚比的主要因素 这个主要因素一共是五个 主要跟它的材料本身的强度 比如沙浆强度 气块的种类 还有它的抵抗扭转的能力 包括开不开动 截面形式 支撑约束条件 有关系 一共是五个 第三个 我又讲到了强体受压构建的验算 局部受压 整体受压 还有稳定性 稳定性 三个 再往下讲了强体的两缝一凉 就是它的构造的措施 两缝一凉 其中讲到了沉降缝 是必须分开的 必须分开 这个有圈梁 大家注意 圈梁是强体的气体结构的构造措施 圈梁是气体结构的构造措施 构造柱反而不是 构造柱是抗震措施 圈梁是气体措施 构造柱是抗震措施 因为它是数项构建 所以先理解 后极 又讲到了钢结构 钢结构优点 轻质 高强 好 这节课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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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